英国公签Scale Walker Visa底层逻辑是什么? 公签名额法案取消名额限制 为何还有名义一说? 首先企业需要有担保自治 其次有自治后不表示 定给申请人公签 再者给申请人也不一定直接给5年长签 最后还要考虑拼用海外工作者的合理性 工资要求费用 工资需按照法案最低要求 现行最低年薪标准是26200英镑 从申请担保自治到申请COS 企业都会有费用支出还要算上薪资 也就是说大企业或者发展良好的企业 才是更愿意发放公签的 行业类型和语言 文化、公关等墙相关的行业 通常本地人更具优势 这也就给到申请人一些思路 申请人在考虑自身适配度的同时 也应该适当放宽对岗位的限定 这样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